我們這邊來補充一下就是 你剛剛做完這個之後 到底你寫出來的語法是什麼 在上面這裡 各位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叫Java Scriber 其實你這樣在脫衣了之後 它產生的就是Java Scriber 有沒有這樣就一堆了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齁 從這邊你要直接複製它 也是一種方法你也可以怎麼樣 右手邊這裡 右上角這裡有沒有叫打開 A層次編輯 它已經幫你把網頁CSS 跟什麼Java Scriber都準備好了 剛剛是不是只看Java Scriber 那你從這邊按一下 它會打開另外一個視窗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三個區塊 左手邊是HTML網頁 中間CSS 右手邊就是它的Java Scriber 所以你摳走就好了 你如果要自訂網頁的 比如說我覺得它是燈泡 我就不喜歡啊 我就不喜歡那個圖啊 或者你還想要加上其他的 比如說我們那叫表單的元件嘛 你就可以再跟其他的 這個自己設計的網頁做結合 這樣是相對比較容易 那這個呢就是它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把它保留下來 假設你懶得這樣 我就把call HTML 然後再call一次 要call三次 麻煩的話 你可以按下鍵盤上的Ctrl加S 等一下齁 Refresh 我看一下 我記得 不見了 等一次 如果你有按了Ctrl加S 這邊啊 你可以把它 download下來 這樣就包含全部的 就包含全部的 你就不用 各別去把它複製起來 當然你要各別複製 我也不反對 反正 都是open的 你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說 今天如果你會網頁設計 就不一定 一定要把它 局限在什麼 WebDUMA這種 積木的程式裡面